NBA 组成 他将有可能打破历史上的强断记录,而至于雷斯布鲁克就有些尴尬了,他有可能会成为NBA历史上的失误次数第一位。 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,现在联盟第一人詹姆斯,詹姆斯今年来打破历史上的记录是数不胜数,而詹姆斯距离成为NBA总得分王,仅仅差了7000多分。 按照詹姆斯逆生长的身体状态,相信在接下来几个赛季,还能场军拿下25家的数据,相信没有什么意外的话,其实按照詹姆斯的身体状况,也不可能出现什么意外。 詹姆斯几乎是一定能打破贾巴尔的得分记录,从而成为NBA联盟史上总得分第一人,勒布朗·詹姆斯。 随后我们再来说说克里斯保罗,其实说保罗能够打破斯托克顿的抢顿记录,其实小编个人认为可能性不大,现在NBA历史上抢顿次数最多的是3265个,而保罗现在刚刚拿到了2008个,两人的都有一千多个。 如果按照现在保罗长军两单两个的抢端的话,保罗至少还要征战七个赛季以上,而在这七年之内保持如此高水准的竞技状态,相信是不可能做到的,毕竟联盟当中只有一个詹姆斯,而说起微少,他就比较尴尬了,他有可能会超越塔尔满龙,成为历史上事物次数最多的一个人。 现在微少事物的次数已经达到了三千多次,竟比卡尔马龙少了一千五百多次,按照现在联盟当中,微少长军数能高达四次,只有按照这样的速度的话,相信在不长的时间为设备能打破这个记录,自己坐上这一个宝座,不知道微少心里会不会很尴尬,如果下一个赛季再不认真对待的话,想来就相信将来这个尴尬的宝座, 微微少莫属